不知道什么时候万豹铠竟然销声匿迹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巨人之卧加红脸斗篷双烧流的肉 是我们的万豹铠不够强吗 当然不是 遥想当年我们的万豹铠一到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这种拿着巨人之卧出着红脸斗篷的铠还没出生呢 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他们的就是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万豹铠还会重新归来 不管你们信与不信 反正是在体验服的里面 无尽战刃和宗师之力统统得到了加强 到时候不光是我们的万豹铠还会出现万豹猴 万豹阿柯这样的角色 所以说下一个版本就是暴击流的版本 与此同时你的出装也应该跟着版本前进 我这边提前为你们准备了一套万豹铠出装 也算是提前庆祝一下万豹铠的归来 先说一下名闻 十个货源十个隐匿十个鹰眼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无双 因为下一个版本不需要无双 出装就是一个宗师一个无尽战人 这两件装备一出那就有了61%的暴击 还有250%的暴击效果 此时你们的万豹铠就已经有了雏形 砍人的伤害最低也有个三四天 后面再加上暗影战斧破军和碎星锁 可以做到让你的砍人比刘华强切瓜还要快 一刀就两半 当然这种装备成与不成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实战 毕竟实剑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式 那我们就从这一步说起好了 我召唤出我的超级开箭 就往河道里面冲 随后一个二技能甩刀向上 呼插一刀 对面的老六就瞬间没了脾气 之后我们又遇见了美人貂蝉 我自豪的没有给吕布面子 送他回了个岗 下面我们又遇见了拿着双枪的马 我们先击退他们 呼插一刀 让他领了盒饭 之后下面这个未成年 我也是没能放过他 简简单单四连冲坊 要知道此时的我们刚刚出完宗室和无尽 比赛也刚刚七分钟 此时我们的伤害属实不算低了 已经爆炸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赞 最好连关注一起点了 八分钟 我来到了中路 看见了貂蝉美人 一看见他 我就想起了吕布 啪 我给了他一巴掌 啪 又给了他一巴掌 让他花长了一百八十斤币 让他清醒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男朋友的标准 来到下路 看见老六 不知道为什么 遇见我 我一刀就不让他溜了 就连拿着双枪的马 也被我三刀轻轻松松的说服 这就是暴击开的压破力 看到这相信大家已经明白 暴击开已经完完全全的 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一点都没有给你们开玩笑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波 我率先开启大招 二技能冲进塔内 马没了 回头碰见转圈的中午燕 一刀给他咔咔了 正在加血的未成年 还没有回到塔的里面 就被我一刀咔咔 即便是没有一万点暴击 但是秒那个双枪马也是够了 好了兄弟们 这局比赛到此为止了 出装和明晚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 暴击开回来了 暴击开回来了